哎呀这个花是糊鼻子的香 我手里面拿的呢就九里香 有人呢喊它七里香 这话呢就比较好痒了 哎有的话说老花一我的九里香怎么不开花 有的话也问九里香怎么痒 其实九里香是非常好痒 在南方呢就地灾野生随处可见 就有点像咱们北方的月季一样了 开花非常的香 开这种小白花但是别去泡茶 关键点在哪呢会结种子啊会结种子 结出来是那种红桶的种子 今年啊就有一个结种子了 没种出来啊 其实是可以播种的长得也比较快 那九里香的一个养护 大家一定要盖它一个什么点呢 第一点就是光照 它是非常喜欢光照的 如果说没有光照的话 您就不要考虑去养一个九里香了 你可以考虑养一些锈球之类的比较耐阴的 那么浇水这一块呢很多花肉总是拦捏不住 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干了以后啊就浇 干透了以后一定要给您浇透 很多花肉就摸摸盆土啊 就像这样看着不干 它就不浇了 这样是不行的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干了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情况呢 其实就是干了 因为它根系都裸露在外 对吧 有条件的话呢 避灾 条件的话呢 你换一个稍大一号的花盆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盖它 很多花肉一看土潮潮的就不浇了 这样也是不行的 好吧 总体来说呢 九里香呢 较为洗水 只要是花盆子透气光照好 水浇多点并不怕 就怕积水在里面呕了根 好吧 用土在一块呢 一点都不讲究 可以用沙土啊 也可以用泥土 但是还是那句话 盆子一定不要积水 光照一定要好 这个盆土尽量的 要维持一个透气才行 最低气味呢 维持在五度以上 你要是偶尔来个零度 没什么大事 长时间的零下十度左右 全冻死了 所以说耐寒能力就很一般 南方的花手没压力 北方的花手盆栽 下霜之前搬到室内 脸的到时候霜打了以后呢 叶子全落完了 还有这种生命风险 用肥料的话呢 大家通常的时候 就用一种通用型的就行了 你比方说会玩的 背马迪斯通用空思肥啊 好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花乐多呀 像开花量比较多的时候 适当地补一些磷酸 就完全OK了 而且九里香啊 是非常适合新手来的 你像很多的一样 盆景呢 也会考虑九里香 因为它的这种 枝条长得会很多 有点像黄羊啊 和米兰的那种 生枝能力了 非常的霸气 咱们之前的时候呢 也有过一盆 我给大家分出来好多盆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之前那种 窗外的麻雀 在电线赶上座嘴 你说这一句 很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铅笔 在纸上来了灰灰 我用几行字形容 你是我的谁 抽到鱼的滋味 猫甘地都想了解 初恋的香味就这样 我们学会那温暖 像刚才的 总的来说呢 是比较好养 也比较耐修剪的一个植物 如果说你也想要种 一个比较香的花 南方的花 小花园里边可以种一个 它是这种灌木类的 长不了特别高 当然你也可以给它 做成棒棒糖 北方的花园呢 你可以考虑盆栽 它比茉莉来说呢 会稍微香一些 但是没有茉莉花的花芹 好吧 别的没差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人忘记的 可以示范一下留言 我是老花一 然后最终于 下集再见 拜拜